就像剛剛老師特別提點我們的 寧願緊張一下子 但是千萬不要讓自己緊張一輩子 在請厚昌老師上台之前呢 我們還是請各位同學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週有哪些小故事可以大家分享 所以我其實在這四堂課程當中 也會有嘗試著就是主動上台 然後我發現就是主動上台的話 其實整個整體的上台的節奏 都是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中的 其實你反而比較不會緊張 所以就是也讓我以後可能會更有動力 去當那個主動發言的人 我在這四堂課裡面 我自己覺得我進步還蠻大的 其實我以前是完全不敢上台 在這幾堂課的學習 讓我也學到了很多 包括站在這個台上的肢體語言動作 還有拿麥克風 還有跟下面觀眾的互動 我想這個都是以前 我們不會去注意到的很多細節 感謝就是滿滿的感謝 很感激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會在生命中遇到後長老師 然後來這裡有這樣的學習 對我來說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轉捩點 因為我是從就是完完全全非常的恐懼害怕 上台這件事情 然後極度的逃避 然後到就是來上這堂課變成是能夠在台上講個幾句話 就像後長老師說的能夠愛上這樣的舞台 這樣子我們就能夠在自己人生當中 就是被看見自己的能力 既然我們今天來學習 我們主要用到這個 就要發揮這個講話的魅力 我們如果去帶動這個氣氛 學習一定不能中斷 所以說實際學習很重要 但是我們反正會兩句話 就是五月四、四、四、五、四、六、四、九、五、四、六、六、六、四、四、六、六、四、五、六、六、四、四、七、五、五、五、六、六等